八月三號九點十五 我要前往工程學院 好緊張喔 而且我還沒換鞋說 我應該要 坐一個地方換鞋 我看到主樓了 登登登登 我坐在哪裡勒 看一下 我覺得我現在心情很 親一下是不是好想 我面試完之後我打算去市中心 我本來想吃港點嘛 可是我朋友推薦了另外一家 也是中國人開的那種中國料理 可是好像比較 欸有蜜蜂欸 比較接近 就是聽說有 可蝶 我不知道可蝶要怎麼講 蝶蝶嗎 超誇張的欸 然後所以他們可能是 南部 就是什麼福家 我也不知道 好像有小籠包跟燒賣 可是那個燒賣 比較像是 中國本地的那種燒賣 不是 不是我們那種 一般吃的那種 港式茶樓那種燒賣 主要是想要去吃小籠包 我連那個外帶盒 今天也有帶 所以我可以點兩籠 然後吃不下 應該是正常 吃不下我就可以遞外帶 順便 吃完之後 就還可以去買鹹與鹹 帶回房間 然後再出門 好來學校看要幹嘛 OK OK 9點18了唷 我是不是會遲到 應該不會啦 頂多也再走個 五分鐘吧 然後我又找不到我的護唇膏了 很奇怪欸 為什麼護唇膏一直不見 我今天沒有貼眼皮 可是眼型還可以 哇 繡球花 好酷喔 繡球花真的很酷欸 9點22 這是我們的祖樓 哇 然後工程學院 就突然 嗯 醜醜的 也不是醜啊 就是 舊舊的 舊舊的 舊舊普普這樣子 沒有到醜啊 我收回 我收回 我真的收回 還有那個啦 牠牆面還有那個雕塑 欸現在是幾點 我不會遲到吧 23 牠還有那個啦 這個 很漂亮 10點44 很喜歡欸 就是 又喜歡 又很有挑戰性 牠還帶我參觀的 就是整棟 就是以後的同事 帶我參觀整棟 看真的好酷喔 工程學院真的好酷 一堆機器 看起來都超貴 但就是 同事都是男神 我不知道 因為我好像從來沒有同事 幾乎都是男生的經驗 所以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有點 不適應 但是大人都很好 然後今天 面試官 兩男一女 就是至少也是有女生 我也覺得很不錯 我們聊得超開心 就是 超開心 而且 真的超開心 而且 問到很多 面試官問我問題 我講完之後 他都會說 完美的答案 他說完美的答案耶 所以我說 哇 好鼓勵人心喔 而且 我一進去喔 那個 那個 面試官姐姐 就說 哇 你 你 你 全然準備整理好耶 就是 我服裝儀容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他讚嘆了一下 然後我覺得哇 好有成就感 雖然我根本什麼都沒做 我就只是穿得好好的 但可能其他人都沒有這樣吧 然後 像我有給他們看那個 我剪的那個臭豆腐的影片 我要給他們看我做的零錢包 這是我做的零錢包 這是我自己用那個縫紉機做的 就是我有在喜歡縫紉機 我有在用縫紉機做東西 然後就是他們就是也看得很開心 然後聊得很開心 問題都回答到 可是直到就是他們開始問就是簽證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他們就說 欸 可是 我們的薪資水準 沒有辦法贊助你簽證 我說我知道啊 結果呢 我一直以為他只是想要提醒我 結果後來 我才 就是那個姊姊才幫我 解釋了那位南面士官的語意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可能是希望 在這個學院裡有長久規劃的人進來 然後那時候氣氛就有一點點凝結 然後我就覺得 可能真的會因為 這個就是 我沒有長久計畫 因為就是 我就都老實說嘛 我就覺得可能會因為這個沒有長久計畫這一點 我就會被刷掉 認真 雖然覺得 他們應該蠻喜歡我的 就是 因為聊得很開心 而且 就是很現實面就是 如果要增加團隊多元性的話 我一定是加分的 我的人種 我的性別一定是加分的 但 對啊 就是這樣 剛才跟那兩個就是帶我的 同事 就也聊得好開心 而且感覺東西真的蠻難的 就是我需要 學3D列印 然後這也是我想要的 因為真的太酷了你知道嗎 真的好開心喔 這個是 這個是 Reading Room 然後我從來沒有進去過 因為我通常都去Library 跟那個 那個叫什麼 Learning Hub Library 就在 這裡 然後我現在要進去充電 充電之後等公車來 然後去市中心吃 小籠包 畫一下 zo 9 1 我整個是發現新田地 超多 超多中國人的 我從來沒有進來過這個商場 我每次都經過 因為看起來就是很像快黃飛快黃飛 結果想不到裡面人氣那麼旺 我傻眼 我剛才想要點就是 蚵仔豆腐湯 然後點菜的姐姐就說 這裡吃蚵仔很新喔 放鬆 我開成蛤蟆豆腐湯 OK 豆漿 我剛剛加了一籠燒賣 謝謝 剛剛點完燒賣之後 有一個就是過了一陣子之後 其他人就是開始點菜什麼的 然後結果姐姐可能就看我在位子上等吧 姐姐就過來說 燒賣在兩三分鐘喔 就來我的桌子上 然後再兩分鐘喔 然後我就說 好沒關係沒關係 然後結果後來呢 她回去之後呢 再過了一兩分鐘 又有另外一個姐姐 本來說 上來等一下 我想說 我有看起來那麼在等是不是 很尷尬啊 讚 我應該只吃一盒 然後剩下就裝進盒子裡 嗯 結果我覺得 我會當場吃完 我來仙玉仙 然後我買了兩杯飲料 我在想我今天要不要就晚一整天 我等一下 要不要就乾脆去看八筆算了 因為我現在手機剩8% 然後 我現在也是有在充電 所以 仙玉仙的插頭拯救了我 因為我沒有帶那個充電 我沒有帶那個行動電源 我在想我要不要今天就整天都在玩 然後去看八筆 可是 因為 因為我現在是穿西裝褲嘛 就不是舒服的衣着 就是襯衫也不是舒服的衣着 雖然她已經是軟襯衫了 所以我就在想 還是我回房間 東西放之後再出來看八筆 而且 欸對 而且我買兩杯飲料 所以一定要回家冰 其中一杯 我可能現在喝真奶 喝到我的手機 衝到可能30% 35%之類的 然後我剛剛吃 那個燒賣 燒飽 吃蠻貴的 比那個我 自己一個人去港點餐廳吃還要貴 因為她可能 她那個份量比較大 所以她一樓就 八磅嘛 所以就是 320 可是港點餐廳比較小 就只有4顆 啊4顆就是 200塊台幣這樣子 然後我可能剛才點太多 而且那個湯就是 湯就是 比較貴 她可能 我覺得那個湯可能只有 就是我覺得她那個湯感覺只有 如果在這裡來講的話 如果在這裡來講的話 是有200 可能200台幣的價值吧 可是她賣到 320台幣之類的 反正第一次吃就是會這樣 第一次吃就是會比較 比較什麼都想點 然後 花很多錢 然後以後就比較知道自己要點什麼 因為她的那種五間套餐 一個套餐其實很便宜 可是因為我想要吃小牛包燒賣嘛 因為我今天本來就想吃港點的 所以等於是 港點這個品項的話 它不是一個良好的用餐地點 也不是一個好的替代品 就港點還是去港點吃 可是如果要吃那種中式餐點 一盤的那種 就可以來這邊吃 蠻甜 我來看Bobby的時刻表 可是現在一點半 現在大概1點20啦 電影院很近 電影院也就 就這一棟吧 就市中心這邊 下午4點46 結果我洗好澡 我因為就是我有抹髮膠嘛 就是早上那個 那個面試馬尾我抹髮膠 那髮膠味道我其實不喜歡 可是因為我髮膠沒有辦法試聞 我就買了一個就是 有牌子的便宜的 結果臭的鑰匙 就它那個臭 它那個味道很像 我不想講 反正就是某一種味道 欸我好我講我講 等一下等一下 我怕我怕我這個發言很那個 就是它很像 哎呀我覺得我怎麼講好像都會 不太禮貌 還是我這整段剪掉 嗯它就是很 它就是又甜又濃 然後又花香又糖果 甜濃花香糖果 全部混到變很糟的一個味道 這樣子 有些是甜濃花香糖果 然後四個都很表現精彩 啊你就知道說喔就是只是too much 可是它不是它是 這四個too much以外呢 他們交融的那個方法 就是有點錯了 所以它那個交纏之下 味道就變得很奇怪 啊我也不知道 這個牌子怎麼會把它調成這樣 買的人真的很無辜欸 然後反正我就不喜歡那個味道 我也不喜歡髮膠在我頭髮上嘛 啊因為我不是回房間冰飲料嗎 還有還有幹嘛 冰飲料 對就冰飲料 還有欸冰飲料 然後我就想說我想要像昨天一樣躺一下 但是我昨天就是因為沒有洗頭 沒有洗澡 然後只是換了乾淨的衣服 躺來床上之後呢 我就是一直用手就是枕著我跟枕頭之間 結果我手枕到很痛 所以我後來就決定 好那這樣子我要把我 葵咖的那一個枕頭 當作枕頭 就是暫時性的枕頭墊 然後讓那一顆枕頭沾染上髮膠味沒關係 我就是回來記得換掉就好 欸結果我忘記換掉 所以我好像是今天凌晨醒來的時候 一直覺得我為什麼還聞得到髮膠味 後來才回想想說 啊那應該是我昨天就是本來應該說 葵咖那個 葵咖就是 這一個 這一個 就是應該要換成 換成新枕頭套我忘記換 所以我在就是我今天在半睡半醒的狀況下 就是把它換好了 好我講那麼多 我的意思就是說 因為我想要躺一下 結果我發現我的髮膠 還在頭上 所以我決定要乾脆洗澡 洗澡換掉就乾脆不出門了好了 因為我本來是想說躺一下之後 就是留在房間一下下 等一下還可以去學校幹嘛幹嘛 之類的 算了 然後我現在想要來 打波多夏集 的稿 我好像已經打到喔 打到我拉肚子那邊 但是我還沒打完 然後我剛才不是心情很差嗎 就是 是不是看不出來 就是我剛才因為就是吃那個 吃那整頓很貴 這個事實 心情很差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 那麼貴 他就是大概我 2.5小的時薪 這樣子 我覺得你要 吃我那麼貴 那這樣子 你至少要讓我很開心吧 可是我吃完我也覺得 好像長鮮度 比好吃度高很多 然後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不就去鮮魚鮮嗎 欸結果 因為我手機本來沒電嘛 所以我都沒有 我就開肥安 然後我把肥安關掉之後 欸結果陪伴大咖密我 他說 明天叉叉叉 就是另外一個女生 不能來上班 我可不可以代班 因為我本來明天只有4個小時 然後是晚上 就是6 7 8 9 10 4個小時 啊結果他說 我可不可以改成11點去 耶 這樣子 我就把我吃的錢賺回來 這樣想對嗎 就是 就又多一點錢這樣子 你看我等於本來4小 現在應該變 8點5小 或是7點5小 或8點5小 對對對 對對對 因為變成晚上的班 就是5點開始到10點嘛 然後早上3點5小 對8點5小 從4小變8點5小 真的啦 這樣我等於多了40磅 然後40磅 就等於是多出來的 算我賺 多賺到的 那我還可以吃好多東西 好爽 6點17 快班大咖 傳訊給我說 明天那個女生可以來上班了 所以我不用早上去上班了 然後重點是 可是呢 有另外一位女生她想要10點就走 所以 所以我這樣要變成11點走 這會是我第一次11點下班 第一次 幹 好靠北喔 真的好靠北喔 不知道有沒有公車欸 我等於明天變成 本來是晚上6點到10點 改成6點到11點 所以就只多一個小時 就只多10磅4 所以呢我今天吃那麼多 我就可以減掉10磅4 2 是我真正花出去的錢 歪理大王 好還是有多賺啊 就是以這個禮拜本來只能拿到的薪水 我多了一個小時 可是蛤 可是我想要點燦廳的那個炸蝦子欸 好好吃喔 可是炸蝦子很貴 7折之後 要320 要320 350 台幣 7折之後 員工架7折之後 所以代表我可能不能點蝦子 可是我就是要點啊 我都要離職 我就要好好用這個7折優惠啊 翻數了 翻數了 真的翻數了 晚上11點半 我撥多的稿一個字都沒寫 我想要明天看9點45早上的芭比 我想要去支持女導演 當然也是因為芭比我本來就很想看 聽說 聽說很好看 就是 改變生命型的那種好看 臉書IG常常滑到 有一些芭比的心得討論 我都要跳過 因為我還沒有看過 所以我還不想要透過 其他人的 產出的文字去理解這部電影 可是9點45的話 我等於8點要起床 8點起床比較安全一點 現在洗一點半嘛 現在睡覺剛剛好 我還要刷牙 這樣的話會是我第一次在 英國 第一次在國外看電影吧 欸 不是 第一次在英國 看英文發音沒有字幕的電影 我不知道 我覺得我很多地方都聽不懂 看完之後是12點 我在想我直接去學校還是回房間 直接去學校的話我可以吃 我上次跟朋友吃的一家新吃到的 但是已經在那邊很久的 大家都吃很久的 但是因為距離我太遠 所以我都沒有去吃到的一家中餐菜館 超好吃 那個肉末豆腐跟蒜蓉菠菜 那蒜蓉菠菜就是台灣的蒜蓉菠菜 可是他們是中國人開的中式餐館 而且特別便宜 很誇張 真的特別便宜 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還會有那個價錢 我如果要去吃那家中餐菜館的話 那我從電影院過去的話 搭某一條路線的公車會比較方便 那這樣那條路線不會經過 就是如果要搭那條線的話 那就乾脆帶著電腦 一早就出門 可是這樣的話我一整天就會非常非常長 9點就離開房間 然後晚上可能12點才到家 但我現在都是直上談病啦 我現在講那麼多 明天可能一樣中午11點起床 我現在看過了 我現在看過了